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当我们的蟹爪兰开完花之后 如何处理 让它第二次开花更快 因为蟹爪养护方法得当的话 它一年可以开两次花三次花 首先是我们要提前给它做处理 因为蟹爪兰它的花期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等到它完全开派再做处理 如果等到它完全开派再处理的话 它会消耗大量的营养 导致你的蟹爪第二次开花就更少了 像主播手上这一颗的话 现在已经开的差不多了 虽然说它还有一些花包长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也要给它处理掉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把顶端的这片叶直接给它摘掉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不要修剪 直接用手来掰 还有这些嫩叶也给它掰掉 如果说你不掰掉的话 它会不断的生长新叶片 那么它就很难开第二次花了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舍得 把这个嫩叶残花全部给它清理掉 还有一些比较瘦弱的叶片全部给它清理掉 这样你的蟹爪兰才能第二次开花更快 第二次开花更多 那么我们把这个蟹爪兰助理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放到通风散射光的地方来养护 因为蟹爪兰它很怕大洋暴晒 一暴晒的话这个叶片就会发软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烂叶片的情况 还有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适当的控水 等到这个土壤干一点 然后家里面有磷酸二青甲的话呢 对水来给它浇 因为磷酸二青甲它可以促进开花 可以强壮根系 每次浇水我们都可以用一点 这样寻完几次之后 很快你的蟹爪兰又能开出第二次花来 而且比第一次花开了更多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的 现在已经开花爆满盆了 如果大家学到了 就给主播点个赞支持一下 想学习更多养花支持的 别忘了给主播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